大家好,今天非常開心呢,可以參加IOH的這個講座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來感謝高雄的女媽媽 那她要跟大家說呢,孩子記得爸爸媽媽永遠愛你喔,放膽去築夢吧 那我們現在要謝謝高雄的女媽媽,那也請大家就勇敢的去追逐吧 好,那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講的是,一開始是我的自我介紹 那接下來會跟大家說明,我離中山大學的一些大小事 之後呢,是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的一些介紹,會在科系的簡介上面 還有一些我個人認為比較有趣的課程做一些簡介 那之後呢,會做我個人的一些經驗的分析、分享 還有我在這個大學的一些點點滴滴,那對於我的個人經驗的一些感觸這樣子 那首先呢,是我個人的一些自我介紹,那好,我叫做鄧宇佑 那我目前呢,是政治經濟系畢業,那我還在中山就讀中山亞太所 那我現在也是中山大學的學生會會長 那我很討厭人家問我,你是哪裡人 因為我覺得我是永遠的異鄉人 我從小到大呢,其實住過非常多不一樣的地方 從桃園,到台中,到高雄,雲林,還有台南 其實都是我住過蠻長段時間的地方 所以別人問我是哪裡人,我就跟他說我是台灣人 那我其實雖然住過那麼多地方呢,我在南部待的時間其實比較久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呢,非常有南部人的這個熱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非常百變的樣子,就是在校園中穿梭的四處這樣子 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國立中山大學,它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 中山大學呢,常被大家希稱為西子灣大學,因為它就在海邊 那就可以來到我們學校就可以看到美麗的西子灣的海景 那我們學校最有名的呢,就是所謂的西灣西照 那當那個太陽從海平面下去的時候,那個風景是非常的美麗 那許多外地的遊客,或者是中國的遊客都會慕名而來 那另外呢,我們大學的生活就是愜意生活的寫照 在我們上課之餘呢,我們就是一個沙灘,然後啤酒,夕陽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可是同時我們也要小心被猴子攻擊 因為中山大學裡面有很多野生的迷猴 所以我們在住宿舍的時候,一定要關窗戶 才不會在不在學校的時候,那個宿舍被猴子攻擊 或者是平常拿早餐在路上走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後面是不是有猴子要吐息你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要就讀中山大學的話 必備的交通工具就是機車 為什麼這樣講呢,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張圖 這張圖是從我們學校最高的文學院拍下去的 可是看到鏡頭那邊都是我們學校的範圍 所以如果你沒有機車的話,其實很難在校園裡面做移動的 像是你下午在三下上課 可是在晚一點的時候,要上文學院上課的時候 你很難在十分鐘之內感達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就要透過機車的輔助了 那我們中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學 所以呢,其實我們的研究生是比大學生還要多的 我們總共的就學人口是九千三百人 那其中呢,有四千六百人是大學生 剩下的其實都是研究生 所以其實大學的人數比研究生還要少 所以其實校內有時候活動的風氣會沒有那麼旺盛 不過大家都很用心的在補助 那另外呢,小提一下 我們學校有一千兩百隻的野生蜜猴 所以就要小心猴子的攻擊 那接下來大家應該也很好奇 我們政治經濟系到底在做什麼吧 我們的政治經濟系呢 其實是全台唯一一所這樣子名字的科系 因為台灣要不是政治系就是經濟系 之後中山大學是政治經濟系 那政治經濟系呢,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小而美的學系 它一般只有五十個人 那政治經濟系裡面只有八位教授在任教 那我們的科系到底適合什麼樣子的人來就讀呢 我在下面給大家一些想法 第一呢,適合對公共領域的公共參與很有興趣的人 或是你對國家還有社會政策 會很多意見的同學可以來參加 那像是這個,大家如果前一陣子有在關心服貿的議題 究竟服貿在吵什麼 那服貿貿裡面到底是什麼樣的內容 或者是你對太陽花學運有參與或是有想法的 其實非常適合來軍軍系救護 那另外如果你對於這個人 他是怎麼樣當上台北市市長呢 為什麼在一個沒有政黨黨派背景的情況下 可以在台灣的這樣社會 擔任市長那麼大的一個公主的話 大家也可以來政經系了解 再來就是如果你知道這一部電影 然後你也好奇 為什麼這部電影會因為北韓單方面的威脅 而沒有辦法在美國的電影院上映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來政經系了解更多國際之間的議題 還有它是怎麼運作的 另外還有哪一類型適合讀的呢 你如果在高中對於公民課非常有興趣的話 你非常適合就讀政經系 像是你在課本上會看到的貨幣的這些公集 它是怎麼調整的 貨幣它的幣值是怎麼被決定的 或者是中油它的油價到底是怎麼樣制定的 它的這個公式背後有什麼樣的意義 國際的這些石油供給到底又是怎麼影響油價的 再來是政治上這些政府的體制 它的內閣制跟總統制 它是怎麼樣影響一個社會的發展 或者是它對於國家的政策有什麼樣的效果 其實這一些在高中課程上會看到的東西 我們在政經系都會更加的深化 然後去了解它的背景知識 以及它會有什麼樣更深層的影響 所以如果你在高中對於這些客人很有興趣的話 非常建議你來就讀政經系 另外呢 我們也適合一位非常適合的是 對於下面這個問題會有興趣的朋友 那就是天氣會決定誰當總統 大家覺得這個問題會不會很有趣 那大家可能一開始會覺得這個很荒謬 就是在講什麼 就是誰當總統跟天氣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以下會跟大家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每一個候選人 他都會有不一樣的支持客群 有一些可能是農民會支持A候選人 那有一些可能是都市裡的單身族會特別支持B候選人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其實支持者他要有同樣的特性的時候 他會有不一樣的投票的彈性 所以呢 當天氣越好的時候 投票率會越高 可是這個投票率越高 其實大致上都是民進黨的增加 而非國民黨的增加 換句話說 當有一天一個民進黨跟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們的支持率是相近的時候 如果這一天運氣不好 下了一場大雨的時候 搞不好 這個本來要當選的 可能以1%勝出的國民黨候選人 他最後就會落敗給民進黨候選人 因為民進黨的選民 比較願意在下雨天的時候出來投票 所以我會說 天氣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總統是誰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樣子的議題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適合來政經系讀讀看 就是我們平常到底在研究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他並不是像可能決定總統的政府 是怎麼樣的一個形式 這樣子可能感覺起來很知識化的東西 他可以有非常多不一樣的想像跟思考 那另外一個問題大家很關心的是 政經系出社會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我們比較平常大家會想像得到的 就是在國會當助理或者是從政的學長姐也有 或者是呢在金融公司或是外貿公司任職 做一些國際的情勢的評估啦 或者是國際經濟的一些總體的了解啦 這一些其實都有學長姐在進行 那另外呢有比較特別的是有學長也在開飛機 那也有學姐呢在擔任航空公司的地勤等等 這些還有一些學長姐他也在高中擔任公民老師 那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其實政經系呢它是一個多元發展 去讓大家找到自己的這樣的一個科系 我們不像可能法律系或者是醫學系 你一出來你就知道我要當律師我要當法官 這樣子很明確的一個職涯的規劃 可是事實上呢你在中山大學的四年 你可以很多時間來尋找你到底要讀什麼 那你未來到底要做什麼 那政經系給予你的這一些政治經濟的訓練 其實對於你在各行各業其實都有發展的幫助 像是一個經紀人的理性的思維 怎麼樣讓你在可能遊艇產業 甚至是在百貨公司產業 你要怎麼樣找到你的客群 或者是你要怎麼分析在大環境之下 我們需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市場評估 或是Marketing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所以我覺得大家進來政經系的時候 不會被局限在說我未來可能就是考公職 或者就是當國會助理 可是你可能事實上會有非常多不一樣的選擇 那大家應該也很好奇我們的課程到底都在上什麼呢 我這邊很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課程的大綱 一開始大一的時候就是做一些基礎型的課程的深化 它就是你高中讀過的東西 它在跟你講得更清楚更明白 那是政治學、經濟學原理或是社會學這些課程 那另外也有一些工具性的學科 像是經濟數學或是統計學 這些你未來在做社會科研究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做市場分析等等 都是非常必備的一個基礎功能 那你在這些學科裡面常常就會看到這些東西 像左邊這個就是政治學它的一個學派的這個有變圖 那你可以看到怎麼樣的進步派啊 它是無政府主義啦 那左派跟右派是怎麼樣的一個分布 那這些不同的意識形態 它背後代表是什麼樣的一個價值 那它在社會上主政的時候 它會給大家什麼樣不一樣的社會影響 其實是政治學在探討的很多的東西 那再來呢 經濟學原理你就會看到這個高中 你常常看到的工需理論的東西 那它除了在告訴你說 供給面跟需求面市場是怎麼樣決定價格 怎麼樣決定生產數量以外呢 還有消費者剩餘啦 啊總體經濟學上面的一些東西 其實都會在經濟學理論有簡單的這個了解 那在與大二的時候就會進入比較深化的課程 都是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還有國際關係等等 那我這邊就簡單提一下 像是個體經濟學我們會學到一些什麼東西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一杯珍珠奶茶 那為什麼會PO這個呢 大家有時候在喝五十蘭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北部的五十蘭比南部的貴五塊或十塊 可是其實賣的是一樣的飲料啊 那大家可能會說可能北部地住比較貴吧 就是需要比較高的成分 這當然是一個理由 可是事實上還會有更多的角度去看 像是因為北部的消費者 比較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來購買這樣的產品 所以它理所當然可以賣比較貴的價格 所以其實有時候一個東西 它的市場價格或者是它的數量 不是單一有一個因素而決定的 我們在政治經濟學裡面可以學到 它有很多不一樣的角度來組成 這樣子的一個市場行為 再來整合的部分就是我們非常重點的 教學的一個進程 就是你在大一大二會學到的這些基礎學科 它其實在政治經濟學跟國際政治經濟學 還有政策分析的課程上面 都做到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上的發揮 因為政治經濟學呢 它就是經濟學一個比較古典的前身 因為當初就是馬爾馬克思還有亞當斯密 它當初其實寫的是政治經濟學的東西 那在後來它被純化為經濟學 那在現在呢 政治經濟學它又因為國際的一些變動 而重回這個學術界非常重要的一個脈絡之中 那我們要怎麼樣找到市場跟國家 在這個社會之中扮演的角色呢 這是政治經濟學討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因為市場它不會單獨的存在 市場行為它的發生 通常都需要靠國家的介入 或者是不同組織的角色來參與 它才會有一個比較良好的效果 所以說市場它不單單只是消費者跟攻擊者的兩邊的關係而已 它還需要很多不一樣的行為者介入 那這都是政治經濟學會探討的東西 至於政策分析呢 就是運用我們以上的這些學術的基礎呢 去對於現在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一些評論來了解說 它未來會怎麼樣會比較好 或者是這個政策要怎麼樣修正 或許會比較有效果 像我當初做的這個研究是12年國教的研究 那我們這一組呢在看過很多12年國教的資訊以後 我們認為12年國教它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強調的是多元的這個價值 那它想要做的是讓城鄉差距被縮短 增加社會的流動 可是事實上呢它的效果大家知道應該是沒有到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實踐面上其實有一些缺點 像是它沒有辦法靠純粹考試分數的調整 讓爸媽或者是小朋友對於這個多元學習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可以及時的有價值上的更動 而是大家只是會為了形式主義式的調整那個分數 而去做一些滿足這樣子 那另外呢大家對於明星學校的這個迷思 其實也是長久以來一直沒有辦法去突破的 這些都是目前台灣高中教育遇到的問題 可是12年國教它想要挑戰這些問題 它卻沒有辦法從根本的地方去解決 這是我們對於搜尼國教一個政策的看法 再來呢就是大家畢業前都會遇到的一個惡夢 就是畢業專題 那我們的畢業專題呢 其實就是一個類似社會科學研究形式的這個簡單的論文發表 那我們的畢業專題裡面其實包含非常非常多不一樣各式各樣的題目 像是有人會做U-bike的分析 有人會做Yoyo卡分析 有人會做中國分析 那甚至有人會做所謂一個人的經濟學這樣比較特別的題目 那我們在做這些科的這個研究之中 都可以把過去學到這些學科的基礎發揮出來 那像我個人做的題目 比較無聊一點就是 國際金融政治霸權性質變化探討 美元霸權的三種面向 好像名字看起來很長很厲害其實還好 我當初會做這個題目其實也是因為看到了這個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的原因 所以才會想要進一步的做這樣子的研究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上網查更多的資訊 接下來呢是我們戲上比較有趣的課程 這邊跟大家簡單提兩個 第一個呢是遺地教學 那所謂的遺地教學呢就是 對我們這個選定的國家做觀察 那之後就到這個國家走一招 就是簡單的一個說法 那這個遺地教學我們主要在看的就是 這個國家它的一些國家的政策 或是它的市場狀況是怎麼發展的 或是它的社會環境是怎麼樣 它現在重視的是哪些議題 它過去有什麼樣重要的事件發生 那我們在了解這些東西以後 我們會在期末做一次校外的這個參訪 那我們就會集體全班帶到這個國家去看 這些國家跟這些有關重要的NGO 或者是重要的政府組織等等 像是我們去年選定的主題是韓國 那我們去年年5月的時候 就有到韓國去做參訪 像是這張圖可以看到是韓國的國會 那大家可以看到跟台灣立法院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桌上有電腦螢幕 其實他們都是透過這個電腦螢幕 直接進行電子化的投票 那台灣目前就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第二張圖呢 其實就是非常有名的板門店 這個板門店呢 就是南韓跟北韓之間的交界 那大家可以看到地上 那個三個士兵外面的那個水泥 其實就是南韓跟北韓的國界 只要你跨越這個國界以後 你就是到北韓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小房子 他們其實就是在裡面的談判桌上 談兩韓關係的 再來呢 這個是PSPD 是韓國非常有名的一個NGO 那這個PSPD呢 它其實是南韓的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 包括核能議題 包括勞工議題等等 那大家看到這個黃色的實在呢 其實是當初 PSPD在紀念這個 南韓的四月號的沉默 所以才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這張圖呢 其實是我們參訪這個 台灣駐南韓的這個 經濟代表處 那可以看到左邊這一位先生 他其實是我們目前台灣派遣的公使 那就是對於南韓之間的談判 或者是外交行為 都是由這位公使來處理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課程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對一個國家 有非常深入的一個研究跟探討 然後也可以到這個國家實際的去體驗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環境 另外一門很有趣的課程呢 其實是賽局理論導論 這門課程呢 就是在說 嗯 這樣子的一個game theory 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所謂的game theory呢 就是當兩個人在競爭者行為的時候 他會需要去透過一些決策模式 來決定 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做的這個事情 對我來說有什麼好處 像是玩剪刀石頭布 它就是一個game 那我在做這些行為之後 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一個feedback呢 那像最有名的這個 嗯 game 就是 所謂的囚徒困境 那囚徒困境 它在說的就是 有兩個人 他被 因為做了一些 犯法事情然後被抓了 那這兩個人他被分別的詢問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A跟B 互相不知道對方 到底會不會認罪 或者是說出什麼不利於對方的話 那因此呢 其實A跟B 兩個人都不認罪的話 是最好的情形 因為這樣他們的刑期 其實是最短的 可是事實上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不認罪跟認罪 如果其中A認罪 B不認罪的話 其實A會面臨比較短的刑期 而B呢 反而會因為他的不認罪 面臨比較長的刑期 因此AB為了達到比較好 這個效果 所以最後他們 反而會選擇 兩方都認罪 可是最後他們得到的 卻是 比兩方都不認罪 更差的這個 效果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的 結論是 有時候個人的利益 反而 他最好的選擇 不一定是團體 最好的選擇 那就是這些 我們會在賽事理論的 課程裡面可以了解 那講完了這些政治經濟系的東西以後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在大學之間的一些經驗 像是我當初其實填到中三政經系 是蠻意外的 我當初其實是想要念法律系的課程 所以呢 我其他的選修都是填法律系 就說志願 那因此呢 我在做政經系的時候 我其實還蠻想要就是 到別的學校去選法律系的課程 所以我到了成大跟高大去做跨校性質的選課 那可是我在選修完這些法律系課程以後 發現 其實我個人對於法律的學期 反而沒有像在政治經濟系的這些課程 學習那麼有興趣 所以對我來講 反而我是運氣好念對的科技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運氣那麼好 所以其實這可以反映呢 其實現在台灣社會給的學生 他想要做的一些集來探討 或者是人生的追尋其實還是不太夠 那另外呢 我曾經在大四的時候 擔任學生議會的議長 那所要做的事情就是 監督學生會的預算 還有更改 還有調整學生會的這個法規 那我也在本學期的時候 擔任了這個中三大學學生會的會長 那我們主要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落實學生的自治 然後捍衛學生的學生權益 那我們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呢 其實是因為學生其實在校內 是面臨非常大的這個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那我們很多學生自己的事物 不能學生自己去決定 反而是由教授決定 由行政人員決定 可是我們已經是成年人了 為什麼學生的事物 不能由學生自己去處理 這是我們非常納悶的一個問題 也是我們想要促進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這幾個月來做過的比較大的議題 像是校門口的交通議題 我們校門口因為是觀光景點 所以有非常大量的外國的遊客 那來這邊參觀 所以這些遊覽車其實造成我們校內 非常大的交通的阻礙 然後學生騎機車的時候也非常的危險 那我們也因此跟社會 社區做訪調 然後也跟學生做一些調查以後 跟學校去談這一方面的議題 希望學校去改進 第二呢是機車停車位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的機車停車需求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的停車位一直不斷的在減少 一直變成汽車停車位 那因為校方沒有重視這樣的議題 其實我們一直在嘗試去爭取 學生的機車停車權 那我們在這一學期也成功的爭取到了 將近100個機車停車位 那也希望這可以讓校方未來更重視 學生對於停車位 或者是更多的生活議題的這一些的注意 那再來是我們學生會也非常的 專注在落實社會參與 因為我們希望大學可以再次跟社會 建立一起連結 所以我們在去年12月的時候做了一個是 就是青年反槍鬥陣投票這樣的活動 就是跟公民組合合作 然後他們透過Flying UV的方式募還 然後我們學校這邊負責執行 然後我們遊覽車包了五台車 讓學生可以回到各自的家常去做投票 就是捍衛我們青年人參加社會的這個投票的權利 然後參加我們應有的這個公民權 那接下來呢 我也曾經在參加我們桃高的 桃園高中的學弟妹舉辦的一個活動 叫做為他出生 它其實是一個為了流浪狗而環島賣唱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就是當初因為他們有一些因素 然後開始為了流浪動物感到焦慮 那他們想要做更多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透過環島 然後因為我們都是吉他社 他就透過彈吉他走唱 然後翻賣藝賣商品的方式 那幫桃園的一個王媽媽的狗場募款 那我們所有的藝賣所得跟彈吉他表演的所得 都捐給王媽媽做他的飼料費用 以及他的這個狗場的房租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表演的時候的一些照片 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活動有興趣的話 歡迎上FB搜尋回他出手 那接下來是校園記者的部分 就是我那個時候有擔任過這樣子的一個工讀工作 那我主要在做的呢 其實不是校內心 而是校外做一些產業的訪談 那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 針對這個產業裡面的一些質疑規劃 包括他當初為什麼會進來這個產業 那他有什麼樣的一個特殊能力需求 或是他當初對這個產業有什麼樣的想像 而發現他進來以後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資訊都是在目前大學生 非常需要去取得的一些資訊 那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訪查 除了對我自己個人有一些提升以外 也希望可以給大學生更多不一樣的資訊 那我也因此可以取得更多跟社會人 是有一些交流的機會 那像這個是非常有名的一個二骨的演奏大師 溫金龍 這是之前有一次跟他做過訪談 那另外一次的採訪是可以採訪到高雄一個非常有名的吉他的手工製作大師 還有一次採訪到台北的脫口秀演員東區的 那以上都是我曾經談過非常有趣的採訪對象 那在透過這些了解的過程中 除了對我自己個人有一些提升以外 也希望這些報導都可以更全面性的 對大家未來可能寄來的想像有更不一樣的空間 那最後他有擔任過系上的助教 那助教的主要的工作內容呢 其實就是協助小組討論 就是他們需要做一些團體報告 那大家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應該不太有很多機會可以上台做報告 那在團體報告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些討論的技巧 或者是他報告的內容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讓他更聚焦或者是更有脈絡 或者是報告上台的時候 要怎麼樣可以增加自己的口語清晰的表達能力 或者是增加你台風的穩健度 甚至是PPT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對你的報告是更有效的幫助 那我都會透過這樣子討論的協助 那讓大學生可以更有能力去滿足老師 對於他們課堂報告的需求 另外我有時候也會上一些出教課 除了像剛剛那些知識以外 還會就是針對社會科學研究 有一些基本的認知 讓同學們可以了解 那這是之前做的一個大學 助教課的一個PPT的手頁 那我主要在做的助教內容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在大學這四年來 這些種種形形色色的東西 我得到了什麼樣的收穫呢 我認為其實大學是一個重新定義自己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大學其實可以讓你變一個人 我認為最不好的改變是不變 因為其實一個人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底下 他經過了不同的知識的熏陶 或是不同的想像 其實對你來講 你都會或多或少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或是刺激你去做不一樣的嘗試 那我認為最不好的情況是你經歷了這些東西以後 你最後還是原本的那個自己 我覺得這可能對一個人的成長 其實是沒有太多的幫助 那不管怎麼樣的改變 我認為都是好的改變 因為讓你的人生經歷的更多不一樣的情況 那我也認為大家不要嘗試去過別人的人生 我知道模仿它是一個創造的根源 可是其實模仿不是一切 我覺得一開始去了解別人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在了解以後 我覺得不要一直嘗試去跟隨別人的角度 因為在了解這些經驗以後 我覺得創造出你自己 屬於你自己更重要的未來 才是對我來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那最後我用張選的 在某一張專輯裡面提過的這句話來勉勵大家 當大家都覺得你可以安於一種旁人 可以開始期待祝福你的時候 如果你還像我一樣嘗試破壞自己 你就可以真的了解那種喜悅 那種改變自己的這種快樂的感覺 以上是我的分享 真的是IOH 謝謝大家